戴琪承认美国失败 她要拿出新的办法来遏制中国损害美国利益的经济行为 那么她会怎么玩呢 观众朋友玩意朋友大家好 我是福建少 据外媒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最近在国会的听证会上称 包括关税在内的传统贸易政策工具已经无法对付中国 要拿出新的办法来遏制中国损害美国利益的经济行为 美国需要更新的工具来应对 戴琪的言论意味着拜登政府已经逐渐的形成了 其对华经贸政策的整体框架 我们需要关注美国人在接下来会怎么来对付中国 戴琪表示美国在贸易方面 以中国接触所做出的努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但是让中国真正做出改变依然难以实现 他的这个意思呢很明显 美国人使用老办法向中国施压不管用了 以中国谈判施压也不管用 中国不会做出关键性的让步 戴琪强调 我们不能干等着中国做出改变 美国必须自己做出行动 比如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并重建我们的制造业基地 他表示国会应该通过跨党派创新法案的立法 批准用于半导体制造和研究的520亿美元的拨款 以真正提高美国的竞争力 有分析认为戴琪已经向拜登提交了几套对付中国的方案 这才有了这次国会听众会 那么美国还会提出什么对付中国的办法呢 首先他们可能会建立全球的高科技产业联盟 以中国的高科技产业脱购 美国呢也有可能准备以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当局 构建所谓的芯片联盟 如果这一战略成功 就会以中国的芯片产业进行事实上的脱钩和切割 中国的优势是拥有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 这也是为中国培育自己的芯片巨头创造了条件 如果美国真的要成立这样的联盟 那么中国就要进一步的推出 扶持自主芯片企业的政策 甚至是保护性更强的政策 目前的情况是韩国已经反对加入这一联盟 估计呢也是怕得罪中国 其次呢美国还企图通过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推动制造业回流 并大力的推进半导体的研究和制造业的发展 那么如果说特朗普与中国打贸易战的办法是甩锅 那么拜登政府的这个办法练内功 当然这是中国能够接受的一种良性竞争的方式 但是美国人也可能会使用逼迫的手段 让制造业回流美国 包括台积电三星已经被迫在美国设厂 这个趋势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中国对付这一战略的办法就是变得更为开放 这从特拉斯选择在上海建厂就可以看出中国的优势 我们不怕竞争 良心的竞争有助于促进我们的发展 最后呢美国可能还会推出一整套的制度 比如投资知识产权环保政策 用他们来对付中国 通过这么一套组合权或者一套手段 来限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对此中国也要利用我们自己的制度优势 为高科技产业保驾护航 推动资本市场的完善 特别是要提升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 让更多的企业家和技术专家在中国发展 总体来看 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已经失败 但是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过中国 拜登政府将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来推动与中国的高科技竞争 甚至是战争 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美国与中国在高科技产业方面脱钩的准备 这也是我们未来应对西方制裁必备的一刻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